好吧,真没想到泰国的规矩原来这么多,大家之前可能听说过泰国有足迹服务,专门接待外国人,但却不喜欢接待中国人的消息,但没想到跟泰国公主合影,必须要下跪,What? 一开始真的是不相信,直到看到了这些照片,才知道原来这是是真的啊,跟泰国公主合影必须要下跪,这是泰国的传统,即使是明星也没有特权,近日一张泰国女星下跪泰国公主的照片可谓是引起了不少用意,但其实这不是第一次明星下跪泰国公主的合影了,为了彰显王室的尊贵,为了突出公主地位的至高无上, 只要跟她合影,都得下跪,要么你就选择不合影,但你千万不要一听到必须要跟泰国公主下跪合影,就觉得人家思想守旧,很传统,但其实不是,反而公主们个个都很时尚,其中一位还被苹果最热辣皇室成员, 他们都会出入各大时尚秀场,接触的都是时尚的前年,所以很多明星才会有机会接触到泰国公主,大多都是通过时尚秀场认识的, 再顺便来一张校跪合影,有一位公主叫斯瑞范娜瓦瑞,她就非常厉害了,还有自己的时尚品牌,运用设计师, 可运用模特,还跟范冰冰一起到LV现场看过秀,泰国公主跟咱们霸气的范爷还完美的装了衫, 你说巧不巧,可惜泰国公主虽然身份高贵,但同样的衣服,却没范冰冰穿着好看,都说与泰国公主合影必须下跪,明星也,没特权,但霸气的范冰冰全是个意外。